向来被视为名校区的何文田又有新盘啦 今次是位于胜利度5号的方菲 先讲讲方菲的开价 首张价单户型涵盖一房至两房 实用面积286至465平方尺 扣除最高10%折扣优位之后 辞实入场费680万元起 辞实车价由大约23000至29000不等 辞实平均尺价26139元 发展商在1号价单抽出10货 会在7月31号做首轮销售 辞实最便宜680万元起 方菲隔离就是刚刚上个月推售的新盘Val Residence 两个新盘在郑隔离 虽然方菲就位于何文田 但其实它的位置是较近旺角一带 可能会和大家心目中的何文田有少少距离 在上一条Val Residence的影片里面 我们也有带大家实地看site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回 枫菲最近的港铁站是旺角或旺角东站 由港铁旺角站出发 沿着瓦街老街行 基本上都是一条大直路 所以时就大约10分钟左右 时间说快不快 说慢又不是慢 不过周围人多车多 附近有多高楼大厦 空气好像不是太流通 感觉就有少少满意 何木铃近大型商场 包括Moco新世纪广场 和远一点的旺角朗豪坊 吃喝玩乐通通都不成问题 最近的街市是花园街街市 同一栋市政大厦里面 亦都有图书馆和体育馆 基本上生活配套都一应俱全 何文田另一个吸引之处 就是他的名校网 附近传统名校包括 那沙、南拔和九龙真光 参考何文田同区新盘 方菲比起今年6月开价的 Faul Residence便贵6.6% 至于如果和去年9月开价的 128 Waterloo相比 方菲便便便宜5.6% 而如果是和两年前由新世界 和恒比合作的津华相比 方菲现在的开价便便贵7.5% 比较何文田区内 二手私人住宅的最新成交赤价 方菲的赤价 贵着区内40年楼宁以内的租小营单位 日价幅度由1.3%至近6%不等 普遍日价都有3至5成 不少投资者都会买楼收租 估计方菲的赤租会有51至55元 租值大约2.34至2.52厘 发展商早前开放28楼私室示范单位 户型一房间隔 实用面积414平方斜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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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最後送來個樓盤資料給大家參考 喜歡這條片的記得Like and Share 訂閱這個頻道 接收最即時的樓市資訊 Bye Bye